那後面還有什麼 淹水 淹水 這邊怎麼會淹水 後面後面有那個 就會淹水 這邊水溝 這邊後面是什麼 怎麼會淹水 後面這是 算是農業用的 菌 菌溝 水溝就對了 後面有一個水溝 那它滿出來的時候 會滿到這邊來 會滲過來 當時它沒有幫你把 這個東西處理好 排水部分處理好 導致於說 每次到了下雨天的時候 它就會有滿出來的感覺 現在在高速公路上 從台中要回去桃園 那今天有一個屋主 他的房子會漏水 而且好像已經漏了很長一段時間了 一直修不好 所以他希望說 可以分享他的一些遭遇跟經驗 那這一個屋主 他的建設公司 好像跟上一次我們分享 楊梅那個屋主小城的建設公司 是同一家 所以會不會是 這個建設公司蓋的房子 很多都有這個問題呢 我們實際到現場去再問一下這個屋主 而且屋主不是只有一個屋主 是可能有幾個屋主 要一起分享 現場去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就 let's go 今天剛好要來做個大掃除 順便用一下這一支電動除蠻刷 這是湯姆生的吸塵器 但是它有除蠻的功能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它到底怎麼除蠻 差異就是 它這個接頭上面有這個刷子 我們剛剛已經用了一段時間 我是覺得說效果很好 所以跟大家分享 這裡有看到白白那些東西 就是我從我們家的螳光床墊上面刮下來的 所以一般是刮不到的 所以打開以後它這個刷子就會旋轉 有沒有 然後它就可以拍打 這樣子它就會吸到這裡面來 然後刷子在上面一直進行 對這個棉布上面進行拍打 效果還不錯喔 分享給大家 有興趣的可以點擊連結 有優惠喔 歡迎參觀成功 我們白天開到晚上 晚上才到 我們現在在觀音的一個社區這邊 那這個屋主我們已經跟他聯絡好了 就是我們小河 你家看起來漂漂亮亮的 有什麼問題 怎麼你看那裡是怎樣 那裡 下大雨 下大雨會怎麼樣 也是跟著下雨 外面在下大雨 你裡面會下小雨就對了 沒有 也是大雨 我就看你這個房子很新啊 你整塊的這個社區感覺都是新的 所以你看這邊已經都有避矮了 這邊已經都有很多的避矮了 所以也就是說 這地方也會漏水是不是 也會 所以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影片 然後有在滴水的那個畫面 那給大家看一下 那裡面有什麼 有什麼問題 可以進去 產礦連連 走走走 我們進來看一下 喔怎麼這麼涼 來來來 喔你這個是 整個是透天形的啦 這是廚房 廚房還蠻漂亮的啊 很大間耶 這邊有什麼問題 這邊目前來講就是 整個漆面膠門 龜裂都嚴重 龜裂的 欸 這個都你自己補土了 有的在自己補的 對 你看這個顏色 顏色的部分 跟它原始的百合白是不同 不同顏色 所以那整片都是自己補土的 對 哇 這樣完全是 跟狗啃的一樣 跟狗啃的一樣 你的形容真好 後面還有什麼 淹水 淹水 這邊怎麼會淹水 後面有那個 就會淹水 這邊水溝 這邊那後面是什麼 怎麼會淹水 後面這是 算是農業用的 菌 菌溝 水溝就對了 後面有一個水溝 那它滿出來的時候 會滿到這邊來 對對對 會滲過來 當時它沒有幫你把 這個東西處理好 排水部分處理好 導致於說 每次到了下雨天的時候 它就會有 滿出來的感覺 一開始你們加入的時候 就有這種狀況 欸 這太誇張了 整個好像是補土補的 你說 唉唷這全部 我們換手機拍 可能比較清楚一點 它這個有一點像 長頸錄那個 一塊這個顏色 一塊那個顏色 然後這邊呢 全部都是裂痕 理論上 這可能是比例沒有條對 所以才會造成這樣子 整個都是裂痕 整片都是 所以一樓大概是這樣子 對不對 一樓 對 這樣已經夠嚴重了 所以你這個建設公司 是什麼建設公司 巨星建設 一樣是Superstar 所以二樓我們可以上去 那你再錄再錄 不然上面有人 我們就不好意思 整個都裂開 對 這是水泥 整片都是 整片都是 從焦屋到線上 所以到最後你自己都會 都會補塗了 對 都已經可以 這樣 這個你看 這個都補貨 不然真的是裂痕 超嚴重的 那他們 在焦屋的時候 你們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嗎 有 在上面都有寫過 震動嚴重 OK 這是二樓的客廳 主臥 主臥是這麼大間 對 所以單層主臥 他沒有分兩間 就是一間 那這個怎麼樣 這裡 唉唷 那比較噁心 看一下 怎麼會有水味 對 真的有一個水的味道 對 潮濕的味道 等於說這個地方是這個樣子 那 這個地方為什麼會整個是滲下來的感覺 上面的潛濃潭 可能防水也沒有做 防水沒做好 所以你就是 你的狀況 就是在這種角落都會滲下來 樓上更嚴重 樓上更嚴重 那牆面的部分會有嗎 全部都是龜裂的狀態 你只要稍微近一點看 真的 整棟都是 很像蛋殼破掉那種感覺 整棟都是 這是什麼特殊工法 對 所以這房子是多久了 怎麼這樣 做建築的 你自己做建築的 小河自己做建築人 你也搞不懂他是怎麼做的 怎麼可以做成這樣 他們當初交往的時候 列出了40幾條 40幾條 所以磁磚也有碰共 對對對 那當時列下來 他有幫你們處理就對了 磁磚算比較好處理 就換掉而已 後面這個是更衣室 更衣室跟側 有嗎 這邊有嗎 然後也是打針 他有來幫你們打針 對 有來打針 可是還是沒有 他這種就是說 他一樣水氣 他一樣會滲出來 你看這個都 其實這種就是必癌的意思 但是久而久之可能又會有 水氣如果太重的話 他還是會 你現在用這個把它封住 發霉 衣服都已經發霉了 那裡面的衣服可能 都要沒有 那這間呢 這間有嗎 這是預測 預測 當初防水沒做 防水沒做 整個浴缸都掀起來了 廁所怎麼可能防水沒做 你是在說玩笑話嗎 是 是真的 所以浴缸掀起來 然後重做防水 那建商幫你們做的嗎 建商幫你們 後來處理好就好了 也就是說 其實防水是有效的 那你為什麼不做呢 這很奇怪 整間都是問題的感覺 那還有嗎 這整面都都列了 沒有一個完整的 沒有一個完整的 我用手機拍 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誇張 所以三樓以上還有 越上去越誇張 因為上面就等於接近頂樓的部分 整個壁滴 這個都沒弄 沒有試下去 它就是直接就出來 就是這樣子 你這個感覺 自己都有處理過對不對 都有稍微再磨過去 磨過 你看這也是裂到摸 不能看的 對對對 這個你看 發現之前人家講說 寶家的房子會怎樣漏水 現在感覺它的品質還不錯 結果還有嗎 這邊是什麼 那這全部都裂開 整棟房子喔 全棟都裂開 它這裡都自己補的 這裡都沒處理 哇 之前 這裡也是穿光 都打針 一直打 這邊都有打過針 打了好多次 露了又打 露了又打 比如說今天打這邊 換這邊露 這邊打這邊 換這邊露 移來移去就對了 這邊有一根針孔 對 類似這樣 它這個只要 就是常常有水氣的話 它就不會平 你看這個就 就都撞起來了 開始了 那這一間 頂天花板就沒有 好一點 好一點 隔壁的 很嚴重 睡覺的時候 那個還沒掉下來 真的假的 要穿雨衣睡覺 要戴安全帽 要戴安全帽 所以隔壁的也可以分享一下 等一下 好喔 問一下隔壁的 我們來冒險一下 這一間看起來不錯啊 很不錯啊 抬頭以望 來露聲 這個地方 我們直接拉上去 給大家看 好不好 非常的明顯 整條裂縫 所以這個有來處理嗎 這個沒有 這個為什麼沒辦法處理 因為 打了建商 不接電話 打去公司的接了 等一下 你說的那家建商叫什麼 巨星 巨星建設不接電話 是 打去公司也不好 打去公司小姐都說 我幫你們跟主任講 跟主任 主任是跑去什麼 然後 沒有下文 連你爸都幫忙打電話 都沒用 叫阿伯幫忙打電話也沒用 怎麼會這樣子 哇那邊整片都是 一然如意 你看大家看喔 那邊全部都是 來我把他拉上去 有沒有 這邊全部都是臂癌 也就是說這邊會滲水 那你在就是 他水會滴下來嗎 還是他就只是臂癌而已 這邊會滴水 這邊會滲水 這個地上都有 油漆的 都掉下來 那邊是直接滲水 那邊是直接滲水 因為他已經有一點像是 我弄一張照片給大家看 大概是那個樣子 所以你在睡覺的時候 可能真的要戴安全帽 那還有嗎 別推翻還有 直接上樓 直接上樓 嚇死人 直接下樓一張 一欄如意 這也太誇張 整排都是 這裡都是 所以這裡已經補過了 補過 補過以後 然後還是沒辦法 最後他還又是 這裡也有打過針 這邊打過針還這樣喔 沒打針的時候是怎樣 直接噴 直接用滴 直接用滴 也是很嚴重 這裡有稍微再處理過 不然他的面是跟那個一樣 大概在兩個月後就可以採香菇了 這麼潮濕 你看 所以這麼嚴重的還不是最慘 還有 對不對 到底是 整間都是 這個你看喔 顏色不一樣 就是這地方有做 他們自己做補土了 補土 然後有上防水漆 但是都是自己從裡面做的 他外牆如果沒有防水 其實你做裡面 老實說 效果有限 因為自己 我之前有弄過 像你看喔 你這一定也做過 但是過一段時間 他又撞開 而且撐不了多久 可能幾個禮拜他就又恢復成原狀 下雨的時候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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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框 你看他這個下面有沒有 換過顏色的 整個會滲水是不是 會滲水 直接滲出來 當初也是外面也是沒做防水 這裡沒做防水 他下面這裡沒做防水 那下面那間房間就慘了 後來就是因為有發現問題這樣 巨星把它撬掉 然後他才做過防水 所以你怎麼確定他沒做防水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就有水痕一直滯流 它是濕的 它還是濕的 然後濕的 照理說我做防水 它會高水往低處流 排水的部分 對 結果他放了很多天 還是濕的 就覺得有問題 怪怪的 叫他來處理 他直接敲掉 重做 早知如此 又何必當初 一開始做就好了 是不是 怎麼會這樣子 後面應該也是差不多的狀況 後面應該有發採光罩出去 就好了 為了這個漏水問題 打了一個採光罩 我知道 所以你這一間的是個案嗎 應該說整排都 整排都這樣子 你剛說有個鄰居 願意分享是不是 我們去找一下隔壁鄰居 我們在去看隔壁鄰居之前 就是 哇 這一大疊的維修單 所以問題反應給他有來處理嗎 都沒處理 都沒處理 我看有從108年 所以108年是交屋的時候 對 交屋沒多久了 交屋以後 沒多久 就開始寫報修單 對 寫到現在 他乾脆直接就放棄 你怎麼叫都不來了 他也不來幫你修了 你看 一定是你比較皮 建商不喜歡你才這樣子 是不是 其他鄰居搞不好都很好 鄰居也是 一樣 那我們就看看鄰居 走走走 哇 我們這個是小禮是不是 來來來來 我這個 來來來 哇這個有裝潢的喔 這個有裝潢的 那你這個裝潢看起來很漂亮亮的啊 現在沒有液狀 沒有下雨的時候 前陣子兩個禮拜已經有下半個月的雨 對 之前下大雨 我在這裡客廳 我既然可以聽到水在滴的聲音 水在滴的 就外面嘛 外面是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外面 天花板 水滴的聲音喔 不是冷氣的聲音喔 是 因為我的拍攝管是引到後面 對 我不是引到前面 所以你意思是說 那個聲音有可能是直接滲進來 對 像我們剛剛那個小禮 他們家一樣 整個滲進來 對 就是天花板 然後我坐在客廳 看電視 你就聽到那個聲音 那這有反應給建商嗎 他說 他說等到潮濕再說 等到裝潢壞掉 再來修就對了 他說有潮濕 他才會來看 可是我已經裝潢了 我現在不知道哪一個地方 對 所以如果說你現在像天氣好的時候 你就算打開 你也看不到哪邊在漏水 看不到 所以這也也死無對症 對不對 那裝潢好像更慘耶 裝潢下去到時候要處理好像更慘 那還有其他地方嗎 其他的地方 我們有跟很多住戶 都有跟他反應 就是 所以其他住戶也很多有 這種狀況 都有 那這是怎樣 倒油嗎 湯南醬油 他的廚具就是會 發出一種 就是霉味 霉味 所以這是什麼原因 有稍微的研究過嗎 聽他們講是說 可能是個潰水管 引到後面也有關 潰水的問題沒做好 對 就像剛剛那個小河 他說後面的水會淹過來 意思是一樣 就是我味雜陳 什麼味道都有 它就會飄到整個客廳 我覺得還蠻香的 但是我有去買一個芳香 你有為了這個去買水氧機 水氧機 然後用芳香劑 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你有做那個類似芳香的部分 才會這樣子香香的 金油 不然那味道真的 一樣的 很難受 很難受 所以我這樣子應該也不太需要看 應該理論上應該類似小河 差不多 差不多 整個房間都裂了 整排幾乎的 一模一樣的狀況 一模一樣的狀況 所以它的像牆壁龜裂均裂的問題 也是一模一樣 那你們也是自己處理 自己狗文在吧 他們是有來幫我劈圖 可是劈完圖 後續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 如果是說今天是房子15年 10年 你說它會裂 地震會引起 那我沒有話講 心無畏 但是地震引起也不會整片 你這太誇張 一般地震可能就 某個地方受力比較不均勻 然後它可能裂這一條 那補一下那一條 就不會再裂 可是你是補了又裂 所以這不是地震的問題 而且你不是只有單一一個地方 整棟 我們當初也有問它的損益棒數 它是會有3500 3500算很正常 可是3500棒數怎麼可能 會這樣 所以代表說可能嚴重懷疑沒有到那個棒數 你的意思是這樣 有可能 因為這個比例不對 才有可能造成全部都這樣 如果只是單一受力 那個硬力不均勻 然後產生裂痕 應該會就是某些局部而已 但是它是幾乎整棟都是 所以你的可能那種角落 可能頂樓 所以不會連浴缸也沒做防水吧 對 浴缸也沒有 也是沒錯 那頂樓的那個露台的地方 就是紫端下面也沒做 它也沒做 我們有加群組啊 我還以為是小河 那個比較水買到那一戶 剛好沒做 我們當初有要求建設設施 它有全部幫我們處理 那你們現在的狀況就是 你已經住在那邊 它是有做防水 可是問題是其他的地方還是有問題 一樣有問題 好那我問你 你是不是也有寫維修單 報修單 請他先來看 那他有來嗎 他看一看就走了 看一看就走了 小李的你至少有來看 幫他關心一下 他是有來看 然後他是說隔壁的管路 他已經打水控了 可是是 叫你再觀察一下對不對 一直拖時間拖時間 那你們這一個 是不是有一個保固期 有 預計是多久 已經過了 已經過了 難怪他不理你是不是 對 然後跟大家講 一開始他一直催我們 趕快簽防水保固 他們就是要趕快 跟你講說你只有兩年了 我剛剛有看到那個保固書 我跟大家講 民法上面是有保障 這個房子 它是有瑕疵擔保的 就是你要保證 我的房子 這種有遮風避雨的 這種功能是必須具備 那你居然沒有辦法 防水 那就是沒辦法避雨 對不對 所以這基本的功能 你是沒辦法符合的 你就沒有所謂的保固期過後 就不理客戶的這個問題 他們現在就是用很消極的態度 他賴也不回來 等一下 那你們這是同一家建設公司嗎 隔壁應該是 都是巨星 都是巨星 怎麼跟我上次去 那個哪一個地方 楊梅那個是一樣的 同一家 那個都鬧上新聞去了 那他就是有新的案子在推嗎 有 也有新的案子在推 聽說湖口楊梅都有 湖口楊梅都有 新竹 我最擔心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你們這些老屋主已經買了 不處理 不處理就算了 他新的房子一樣蓋爛了 那有些年輕人現在房子很貴 那就是買買買買下去 可能把一生的積蓄都花下去了以後 對買房我是不是來修房 對你們感覺 他已經現在已經變工程行了 工程行的老闆 等一下我帶你上去看 還要讓我自己DIY DIY哪裡來我們直接就上去看 走走走 所以這邊就跟剛剛小和他家是一樣 但是你這個應該 都一樣的狀況就對了 好樓一定要找 好不了多少 所以我們現在去頂樓對不對 對 我現在這樣子拍不出來 但是眼睛看到龜裂的非常嚴重 整個都像蛋殼一樣 哇這是在做什麼 這個就是當初我有跟他們反映 這個地方有漏水 這邊會漏水 那他來看一看他就沒有不理我了 那這個是誰弄的 這是你自己弄的 現在大家都變水電工了 對啊我去請教那種鋼水 你看這個全部都是 他現在已經變成我股的部分 我自己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問專業人士 你這只能把DIY刮掉而已 你這個不叫防水 防水要從外面 你看喔 他現在就是一直延伸過來 你看喔 你那個線地平線在那邊 地平線在那邊 你已經延伸到這邊 所以代表說他外面的這個折角 是沒做防水 他才會從這邊滲進啊 所以你看就是這條線 有沒有 剛好就這條線 整個都 地磚全部都做過了 都做過也沒用 那難怪那個楊梅的小城 不相信他們的工法 原來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他已經整個都跳起來了 重新做防水還是一樣 也沒用啊 重新做防水還是一樣 那我現在他也是不理我啊 不賴他他也不讀啊 不讀不回 不讀不回 陽台也跟剛剛那個小河一樣 也是會滲進來 對 他已經有在外面做防水 可是我左右鄰居他沒做啊 我們之前已經淹到這裡了 會淹到這麼高喔 所以你這個磚的顏色怎麼跟他不一樣 所以你這個有做防水 這個是沒有防水的 所以隔壁鄰居如果 就算他淹到這個地方 他頂多就是到這裡 不會進來 太厲害 沒辦法 小河應該好好來塗一下這個 沒辦法 我們講過了 講過 我們剛剛去看了兩個鄰居 其實後來外面有很多鄰居在圍觀 都說他們要分享他們的房子 但是我猜應該狀況都差不多了 應該是吧 剛剛這個隔壁鄰居也跑來看了 你家的狀況也是這樣子 對 類似對不對 你們買這個房子已經買了多久了 我是入住三年 你入住了三年 那你咧 也差不多 所以你們算是他交屋比較早一點 好 那你們入住了這三年 買了以後入住這三年 都沒有斷過 就是一直有這樣子的狀況 還是說這是最近下雨下的比較多才發生 下雨下比較多 下雨多狀況越多 但我意思說這三年來一直都是這樣 所以不是因為最近下雨下的多 是本來他剛交屋給你們就一直有問題了 所以這個不是應該在民法的瑕疵擔保裡面的一個款項裡面 就必須要保證你這個房子是沒有這種問題的 就沒有什麼保固什麼幾年到了就不理你們 現在建商處理的方式是很消極 完全不讀不回 不讀不回 你搞不好記錯人了 是那個人嗎 確定 巨星公務 我們有加他們的群組 連群組都不讀不回 這樣你們現在打算怎麼辦 請巨星看要怎麼處理 那剛小和是有說 如果真的沒辦法可能 因為他把我拖到我已經過保固了 就像你講的民法 對對對 因為你這個是持續一直持續 對應該是這樣講 他可以主張他有保固的期限 但問題是你在保固期限都沒有修好 你如果說是保固期限那幫人修好 過了兩年三年又出現 那就可能有一點點爭議 問題是你們都沒修好過 所以你們這兩三年一直持續忍受著淹水 還有這個漏水 還有壁癌 整間牆裂 龜裂 軍裂的這個狀況 搞到最後 所有的鄰居都變水電工了 都會修那個房子 天花板我們沒辦法 現在又多了一個天花板裡面 那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就是 這個建設公司應該要發揮我們這種社會責任 我們有些像小和你是首購主嗎 他是首購主 他第一次買房子就遇到這種狀況 就像第一次交男朋友 然後就遇到渣男 以後怎麼敢再交男朋友是不是 所以你以後敢再買房子嗎 害怕害怕 租房子 對啊 要有社會責任 然後我們希望說建商可以趕快處理 小和是說如果再不處理 他就會提起一些民事訴訟 要走一些法律的程序 比較強制的強力去執行 人家剛剛小和他有一大碟的維修 你一定是沒有報修了對不對 有 這一本是嗎 對 這麼大一本 都有你看你的 你列了這麼多的這個問題 那他有來處理嗎 有的部分他也是沒有處理 有的部分也是沒辦法處理 他也是 就是打馬虎這樣子 就後面就沒有消息 沒有消息 不讀不回 維修單都有 一整本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建設公司是一案建商嗎 還是他持續有在推案 持續的在做 持續有在推案 聽說好幾個地方也正在推 像楊梅好像也有推案 虎口都有 所以我跟大家講 買房子跟挑老公一樣 要睜大眼睛看 是什麼建設公司 Superstar是不是 巨是什麼巨 一個巨大的巨 然後星是高興的星那個星 這麼好的名字居然給人家搞臭了 那我們今天感謝我們的小和 還有小李 然後還有隔壁鄰居 外面一大堆親朋好友 大家都在外面觀望 不好意思讓人家進到家裡 我們期待巨星建設可以好好處理 不然這個可能很快 又有新的 他上次那個是在楊梅那個小城 然後現在有小李小和 然後接下來搞不好 又來一個什麼虎口的 來一個新屋的 來一個桃園的 什麼 會連環報 趕快處理 好不好 如果你遇到類似的問題 那歡迎跟我聯絡 下面有聯絡方式 如果你也是這家建設公司的屋主 你也遇到類似問題 歡迎跟我聯絡 那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 拜拜 今天剛好要來做個大掃除 那順便用一下這一支電動除蠻刷 這是湯姆生的吸塵器 但是它有除蠻的功能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它到底怎麼除蠻 差異就是它這個接頭上面有這個刷子 我們剛剛已經用了一段時間 我是覺得說效果很好 所以跟大家分享 這裡有看到白白那些東西 就是我從我們家的彈簧床墊上面刮下來的 一般是刮不到的 所以打開以後它這個刷子就會旋轉 有沒有 然後它就可以拍打 這樣子 它就會吸到這裡面來 然後刷子在上面一直進行 對這個棉布上面進行拍打 欸效果還不錯喔 分享給大家 有興趣的可以點擊連結 有優惠喔 歡迎參觀請購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不及不及霸對 請 請 請